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爱健康频道 今天给你们分享的内容是 这四种促量能轻松稳住血压高血压患者的福音来了 高血压乃是现在经常的病症之一 还容易引起如关心病、脑出血等严重病发症的修发 对生命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在日常生活饮食上 吃哪些可以很好的预防高血压 对高血压有很好的治愈效果 饮食上尽量少补、少烟酒、尽可能吃的清淡均衡 高纤维的食物可以多摄入些 甜的和高感固醇的食物都应该尽量避免 体重过高的血压前进体重 患有高血压可以吃些芹菜、黄豆及其制品以及骨类的食物 粗杂粮是对降低血压有着很好的效果 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醋量 蕎麦、玉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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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豆、干酥等 这都是在饮食上常见的对高血压有很好治愈作用的醋量 一、蕎麦 蕎麦的成分中含有卤丁 这对人体水中胆固醇具有降低作用 保护水管 二、燕麦 而且燕麦含有较强的活力的多种 酶类 对细胞的衰老具有延缓作用 三、玉米 玉米含有丰富的鸭油酸可以抑制胆固醇升高 还含有丰富的美、锡、烤衰老效果较好 对人的保健作用是综合性的 四、干酥 干酥使皮肤保持细腻 而且含有的黏蛋白 可以使得人体免疫力得到提高 将低碎酱碎至浓度 防止高碎质症和动脉硬化 从而降低患上高碎压的风险 除了这些粗粮外 黄豆及其制品对高碎压的供销也是极好的 主要是对心碎管有特殊的保护作用 还能降低碎清胆固醇 对治疗高碎压和肥胖症有着很好的效果 黄豆中的加速成分 能很好的排除水管壁上的质膀 使得肝固醇的含量得到减少 也就是说经常食用黄豆食品 可以抑制高碎压 促进人体的健康 粗粮一般可以搭配其他食物构成和颗粒的食谱 不仅美味而且有较好的抑制高碎压的作用 例如茄汁黄豆 准备黄豆200克 三个番茄 一个柠檬榨汁 以及适量的淀粉 白糖 盐 植物油等 然后用凉水 把黄豆完全抛开 把黄豆捞出 放入砂锅中 加少量的水 要每锅黄豆 用大火煮 出现漂浮泡沫时 要将其除去 加盐和白糖后 用小火慢焖 当水不在每锅黄豆 把番茄锭放入 先入大火燃后 转小火慢煮 等番茄和黄豆都煮熟 直到黄豆浮出水面 加入调好的淀粉 以及柠檬汁和植物油 边浆边搅拌 这就完成了 可以放在冰箱保存 香制的时候 可以随时取出 今天给你们分享的内容 到此结束 喜欢的话 请按订阅我们的频道 祝大家一天愉快 再见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